小時候比身高 長大比學歷 自己沒學歷都不要拿來比 喔~~~ 過年最期待被問哪一個問題嗎 來 收紅包了 收紅包 現實主義 去年紅包的表現怎麼樣 他比較厲害 跨年會收一波大的 然後之後就沒了 你收過最大筆的一筆是多少 百來萬了 我忘了嗎 儀式敵負 阿公給5萬 阿公給5萬 請問一下你阿公是在做什麼工程 你們知道 他們有叫你接嗎 沒有 我讀文組沒有前途 怎麼沒有前途 以後你們少條碼 也不是要我少 他的事你特別了解呢 呃 因為 對 沒有啦 不是啦 之前四孝 本身是同志的朋友 不是 不是 我造謠 過年會跟這些同志的朋友說 新年快樂嗎 會啊 我們都好同學 你最想聽到什麼問題 長輩都不太會問你什麼問題 我會問你為什麼喜歡男生嗎 我就不是 好 你不是 對不起對不起 親不客氣 正妹 請問一下你過年最希望 聽到什麼樣的問題 不要一直在跟親戚小孩比較就好 他們通常都怎麼比較 你比較一下給我們聽 比的很沒意義啊 就小時候比身高 長大比學歷 你沒學歷就不要拿來比 喔 過年大龍炮 過年的時候最希望聽到什麼話題 都不排斥 都不排斥嗎 就是他來什麼我接什麼 隨便問幾題 大家最討厭的 好 你們有交女朋友嗎 沒有 為什麼不交女朋友 緣分 都不努力哪有什麼緣分 我爸媽不夠努力啊 打掉重練 你也不打算包紅包給他們 最近政府那個6000塊嘛 對對對 我會拿出來支住家裡 喔真的嗎 對對對 這就是投資 怎麼說 給的越多賺的越多 呵呵呵 投資以兵有風險 投資前進 想也公開說明書 你是不是日本人嗎 沒有 你是日本人嗎 台日混血 有人說你像木村拓哉嗎 呃 曾經有 可以模仿一下木村拓哉 起來那一下我們 好對 哇 帥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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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帥ique 日本的新年 跟我們的台灣人文化 有什麼不一樣 還是會發 壓碎錢 1月1號要吃那個 裡面什麼都有 像玉子燒啦 黑豆的錢 會用日文跟我們說一下 新年快樂 明天謝謝 過年啊 最喜歡聽到人家問你們什麼問題 我不想聽 我不要聽 通通不樣問 最常回答的問題是哪一題 男朋友教的怎麼樣 你教沒有讓家長知道嗎 他知道啊 所以你都沒有帶給他們看 有看過 那問一下還好吧 就是你爺爺已經看過了 幹嘛還要一直問 你是當事人 你的感想是什麼 他如果想帶我去的話就去吧 那你覺得 贏得他們歡喜的關鍵是什麼 可能就人都要叫吧 長輩不都這樣嗎 開門進去之後 欸 阿姨好 叔叔好 欸 阿嬤 過年最希望被問什麼問題 什麼時候打麻將職業的吧 你都打多大的 50100 你很厲害嗎 還好 那你為什麼還想打呢 不然就是尬在那邊你知道嗎 就是一家可能一年就見那麼一次 然後你也完全 平日沒有跟他們交集 那我們就打麻將最快 那你通常會問這些陌生的家人 什麼問題 通常都不說話 那如果非要說會說什麼 新年快樂 還是繼續打麻將好了 你們是外國人嗎 對對對 喔 你們是哪一國人 印尼 喔 印尼的朋友 過年最喜歡聽到什麼樣的問題 有女朋友了嗎 有女朋友 那你到底怎麼回答 還不急 這個通常是台灣很討厭聽到的一個問題 所以這題是你很喜歡的問題 沒有問題 你又討厭又喜歡就對了 對啊 印尼的新年菜色上面 最常吃的是哪一道菜 麵 麵不是不能斷的嗎 喔 炒麵不能斷就對了 對對對 魚 魚 代表的是 年年有餘 四八八八八八八 有餘